阅读科技旅行,生活可以很大,对话设计学习,思考不嫌太多,这里是iTunes获奖播客,狗熊有话说,一听就停不下来的哦。 哈喽,你好,欢迎收听独立知识经脱口秀,狗熊有话说,BearTalk,今天这期节目呢,又是一年一度,喜闻乐见的好书回顾,那么每年我都会总结一下这一年自己阅读的书,然后呢会写一个自己读过的书的推荐清单,今年也不厉害, 写了放在自己的博客上,那么这种习惯呢,其实更好的一个帮助呢,就是哎,现在我要做一期关于阅读的博客呢,完全没有任何的压力啊,只是要找出我的博客,然后这个复盘一下就可以了,这个习惯其实已经保留了五六年,那么这几年呢,我都是坚持每年至少是阅读五十本书的书, 但2022年,数量稍微有点降低,大概就是四十本书的这个阅读量,但其实我自己还挺满意的,说一下吧,2020年的时候呢,我做到了,读了五十四本书,然后九本中文,四十五本英文,大部分呢是通过有声书, 现在我来回顾的话呢,会发现有声书这个方式是一个非常好的进入这个赛道,进入这个英文阅读语境的一个方式,但似乎它的这个信息沉淀的质量呢,要弱一点, 所以如果让我去回顾2020年我读过的书的话,那么啊,百分之六七十的书,其实是不太有那么足够的价值可以分享,也有一部分呢,是它本身有价值,但是呢,可能我没有把它提炼出来,啊, 那么这是2020年,2021年的时候呢,我当时写了一篇博客叫做,全球疫情持续的第二年,我读完了53本书,然后附带了一个书单推荐, 那么这一年阅读还不错,啊,就是2021年,也就是去年的时候呢,基本都是,呃,英文书,而且非虚构的书呢, 依然保持着这个最大的比重,那么,啊,效率呢,其实也比以往呢,有一些提升,啊,那么重点来说今年吧,2022年的时候呢,我读完了40本书,那么,同以往不一样啊,以往我可能会,会,啊,说,各自读了什么比重,比如说,绘本读了多少,中文的读了多少,英文读了多少, 今年呢,我想就重点推荐10加3本书给你,啊,在这期博客节目里面,也就是听完这期节目,你大概可以收获到10本,呃,我读过的书中的推荐,啊,5本非虚构,5本虚构,然后还有3本视觉类的书,好,我重点推荐的,OK,那么,呃,废话不多说,我们就直接开始这个推荐吧,先说虚构类的,虚构类呢,我在这一年,其实,呃,并没有阅读, 特别多,但,还是比起往年比重有所增加,以前呢,我是先生存啊,所以提高自己的个人能力,特别是一些技能,啊,比如交流呀,沟通呀,这个设计呀,谈判呀,找工作呀,这些都是我想提供提升的硬技能,所以往年呢,会在这些方面,读大量的非虚构书类,今年呢,我其实阅读了一些虚构的,啊,感觉很开心, 又回到那种可以幻想的这个状态,那么,今年的虚构类呢,大部分是虚,呃,是科幻类,所以,第一本要推荐的叫做雪崩,啊,这个,这本书呢,算是一本经典的赛博朋克科幻小说, 他的作者叫尼尔史蒂芬森,啊,有中文版,啊,也有这个英文原版,然后史蒂芬森呀,是一个未来学家,他写了这本,啊,他写了这本雪崩之后呢,本身这本书成为了赛博朋克的经典作品,预言了大量的,现在我们已经出现的这个科技的产品,比如谷歌地球,啊,包括扎克伯格的这个元宇宙, 还有维基百科等等等等,都已经足够精彩了,然后他的故事呢,也非常的有意思,啊,是关于一个,呃,病毒感染人类的这个语言系统和神经系统的,然后再结合这个虚幻的一个世界,啊,非常具有冲击力,嗯,我阅读这本书的目的呢,一方面是,了解这个赛博朋克诞生的鼻祖,啊,另外一方面呢,啊,也是带着任务的,因为明年呢, 也就是今年啊,2023年,我会有一个项目,来,啊,介绍一些,啊,科技历史上的经典作品,那么雪崩是其中之一,所以,如果你也喜欢读科幻,推荐一下这本书,不妨去阅读一下, OK,下一本,《沙丘》,啊,《沙丘》是,很多科幻迷听到这个名字就会很激动啊,然后在之前呢,它一直是文字上的经典,在2020年的时候吧,还是21年,啊,也被搬上了,第N次搬上了大一幕,而且呢,取得了非常,呃,不错的成绩, 那么,呃,我也是看完了电影本身呢,觉得,哇,我不能再错过这本书了,因为好像所有的人都在推荐这本书,当时也会觉得啊,你就暂时先放一放, 但现在来看,推荐是有理由的,阅读这本书的体验很不一样,因为,它的感觉几乎就像把你扔在沙漠里面进行探索,前面呢,各种不着调的这个对话,情节,然后史诗般的这个引用,啊,然后还有一些这个,呃,神神叨叨的这种宗教啊,各种因素在里面,就是几乎都搞不清楚他要说什么,但后面慢慢的, 经过了前几十页之后,突然到一个瞬间,我就似乎就适应了这种设定,然后整个故事就啪,进入到另外一种层次了,我不知道这种体验怎么去解释啊,有点像那个玩游戏的朋友,啊,比如说玩一些非常具有挑战,具有难度的,这个,啊,骨灰级的一些变态游戏啊,比如说这个黑暗之魂啊,什么的这种游戏,然后你一直被折磨,被虐,然后啊,死死死, 死来死去,突然到一个瞬间,你就顿悟了,或者说你的,呃,这个能力就上升到了这种能够拔空的层次,然后忽然你就看到了一个新的世界,我当时阅读这本书就有这种感觉,那么特别进入到一百页之后,哇,就是非常过瘾,都停不下来, 他书里那种迷幻的感觉,抑郁的文化,还有宗教的这种史诗呢,再加上经典的王子复仇啊,这种经典情节呢,啊,太好看了,所以沙丘,啊,科幻文学里的宝库,但提醒一下,就是剧透,或者说提前说一下, 要有一点耐心,而且不一定每个人都适合,如果你实在读完前几页,坚持不下去,你就放弃,但,呃,如果你能坚持下来的话呢,就是,读完前一百页之后,你会进入到一个新的境界,啊,相信我,没有骗你, OK,沙丘,这是第二本虚构类,第三本虚构类,追风筝的人,来自于,呃,原阿富汗籍的这个,呃,作家,那么现在当然是美国人了,他的名字叫卡勒迪,呃,哎,卡勒布,胡塞尼吧,就是他的姓叫做胡塞尼,那么这个作者呢,他用了一个小说的故事,来讲述了一个发生在大的历史, 背景,也就是阿富汗革命,呃,阿富汗动荡的这个内战的这个历史背景,背后的这个,呃,发生在这个大时代背景下的小人物的故事,本身这本书是一个畅销书,啊,一开始我其实对这本书一样的,就跟沙丘一样,就是所有人都推荐啊,大家都说好,呃,我就说,啊,这个缓一缓,但后面这些高分的推荐呢,也让我产生了好奇,就觉得,哎,那么还是去读, 读一读,然后我之前也在自己的Kindle上买过这本书,下载了,一直放在哪,后面呢,啊,有一天,就不知道怎么样,打开,然后阅读,哇,就一直就没有停下来,然后读完之后呢,我就有了一个认知上的转变,不要因为一本书是畅销书,你就对它带有一定的偏见,啊,因为这本书,你的那种,真实情感,阿富汗的动荡的历史背景, 还有人物的那种细腻敏锐的内心世界,都非常具有魅力,所以整个故事也很动容,特别是故事最后,主角阿米尔,他完成了自我救赎,然后,一个风中飞扬的风筝呢,慢慢愈合了两代人,内心残破的那些伤口,啊, 这个故事贯彻了几十年,啊,十几年的这个时间,最后呢,终于,呃,完成了一个自我的救赎,啊,有人犯了错,然后呢,一直在自己的错误中,啊,无法,无法,这个,脱离,但最后呢,还是,呃,被救赎了,所以整个故事非常动人,我就不剧透了,啊,但是,呃,我建议大家可以去找来看一看,因为他,呃,你想吧,是畅销书,所以是没有什么阅读的, 难度和障碍的,那么,呃,强烈推荐,OK,这是,呃,第三本推荐的虚构类的书籍,追风针的人,下一步,呃,第四本推荐的,同样是一本虚幻,啊,一本,这个,科幻故事,叫做,呃,中文应该翻译叫做挽救计划,它的英文叫做Project Hail Mary,啊,我,我喜欢翻译成,这个,原名,就是圣玛丽计划, 呃,它的作者呢,是当年写了第一本畅销小说的,呃,作者叫做安,我在说什么呀,这本书的作者是当年,呃,这个,处女座,火星救援,就成为一本全球现象级的畅销小说的作者,安迪维尔, 他,这本书啊,就是圣玛丽计划,挽救计划,是我今年读过最有可读性,最带感,最爽的一部科幻小说,那么,如果你喜欢科技,对于未来技术这些想象都很乐观的话,你也喜欢像精准的数据,还有科学逻辑的这种严密性的话呢,啊,这本书也会让你觉得太精彩了, 啊,主角一开始就醒来,在一个陌生的房间,完全搞不清方向,搞不清自己在哪儿,然后通过一系列科学的实验,得出了一个事实,他现在在一个,飞离地球的一个宇宙飞船上,而且已经离地球很远很远了,这个故事怎么发生的,他为什么会在这个船上,啊,我就不剧透了,大家可以去读一读,那么,呃,有人也问,呃,这本书是不是和小朋友,呃,或者说有人, 有人曾经问我,这个,给推荐一本,这个适合年轻人看的科幻书,我就推荐了这本《挽救性计划》,原因呢,是因为这本书啊,它完全没有一点黑暗郁郁的感觉,就是都是那种,用科技去解决问题的,就是非常的具有乐观主义精神,不像现在已经成为主流的赛博朋克啊,各种黑暗的这个故事,所以非常适合年轻人去看,OK,《挽救计划》,最后有本虚构, 的书类呢,来自于,英国传统文学的经典,鲁宾逊漂流集,呃,这本书啊,也是一样,我,当然早就听说过这本书,但,从来没有阅读过,后面呢,就觉得,呃,既然自己也喜欢这种冒险, 开荒啊,这个,从零开始,在陌生岛屿求生,这这类,这类,这类,这种类型的游戏,我也特别喜欢,那么,呃,就觉得,找来看一看吧,但真正来读的时候呢,从现代人的角度来阅读这本书,感觉会很不一样, 因为里面有一些价值观呀,思考方式和现代人,毕竟差了几百年啊,毕竟有,有这个时代的这个局限性啊,但,呃,去除掉那些,比如种族偏见啊,呃,这个,呃, 很宗教的这种,呃,一些一些视角之外呢,这本书展现了那种人类的乐观主义精神,还有对世界的探索啊,然后在这种,呃,比如说这个鲁宾逊被困在这个荒岛上,然后他一步一步的去改造这个世界,那种人类的雄心就慢慢的升起,这也是,我觉得人类最宝贵的一种精神啊,所以强烈推荐,呃,鲁宾逊漂流记 OK,这就是,呃,推荐的五本虚构类的书类,在此呢,呃,中断一下打个广告,呃,我现在呢,也在做自己的这个,呃,呃,呃,邮件订阅,newsletter,所以呢,如果大家感兴趣,呃,这些内容呢,我都会在我的邮件里面呢,给大家进行推荐,呃,我有两个订阅邮件,呃,一个呢,是中文的,叫做狗熊来信,那么可以登陆网站,呃, 贝尔,L-I-U,贝尔流,L-I-U,点,substack,S-U-B-S-T-A-C-K.com,来这个,呃,来订阅啊,另外呢,一个是英文的,就不在这儿细说了,那个主要是针对设计的,学习的,那么,呃,就,就不细说了,大家如果对,呃,我分享这些内容感兴趣呢, 呢,记得去我的邮件订阅里面去填一下自己的邮箱,然后每个星期一到两个星期呢,你都会收到一封来自我的狗熊来信,OK,现在我们继续说,非虚构类书籍,和往年一样,我今年阅读的非虚构类的书籍呢,远比虚构的要多,啊,所以要其,从其中只选出五本还挺难的,但综合一下呢, 下面是我选出的五本,非虚构类书籍,第一本,轰炸机大亨,The Bomber Mafia,它的作者呢,是大名鼎鼎的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这个名字啊,我觉得格拉德威尔,只要说到这个姓,很多人可能就已经知道了,他呢,是创立了一万小时理论的开创者,然后纽约引爆点理论的开创者,是,呃,这个著名的采访类的, 非虚构类写作者,他可能是这个时代最会讲故事的一个,一个作者了,那么他也创立了一家叫做Pushkin的出版公司,这个公司致力于,呃,制作有声书,他的创始的目标呢,就是将有声书的水平呢,提供,提高到了一种,提高到一种新的高度,啊,就是一种,呃,媒体的一个,一个高度,那么这本书就是轰炸机黑帮,那么, Bomber Mafia,就是他的这家出版公司推出的一本有声书,我听完这本书啊,就觉得他这个目标已经实现了,啊,这本书讲的呢,是二战时期,轰炸机上面的一个投弹设备,呃,如何进行改良和演变的故事,非常的引人入胜, 因为他用了两个角色,啊,两个战争理念,截然不同的美军将军作为主角,来展开这个故事,其中有大量的真实人物的访谈,珍贵的历史音频片段交织在一起,啊,是一个完美的有声书收听体验,这么说吧,如果你喜欢,呃,听播客,那么, 那这本书,如果你能够消化英文的,这个内容的话呢,是一个不可错过的经典,可以在图书馆,呃,借,或者是,呃,去找来听一听,啊,非常值得, OK,下一本,推荐一本中文的,叫做《失落的卫星》,作者呢,叫做刘子超,这本书的副标题呢,是深入中亚大陆的旅程,呃,它是一个旅行文学,它是一本旅行文学,啊,这个文学体材啊,是我们曾经觉得很欧美范儿的一种体材,我以前读过一些,但真正阅读由中国人写的旅行文学呢, 它的书是第一部,而且就我目前的阅读感受呢,刘子超大概也是目前最棒的中文旅行文学的作者, 他写了一系列的这种类型的作品,有东亚,东南亚的,有中亚的,也有欧洲腹地的旅行,这本《失落的卫星》,还有,呃,另外一本叫做《午夜降临前抵达》,都是我在2022年阅读的推荐作品, 它的旅行文学有一种,其他中文旅行作品里面很难见到的那种融入当地的感觉,啊,是一种开放式的,体验式的,和当地的人物进行互动的方式角度来融入, 以往的旅行文学都是猎奇啊,我来到这儿了,你看这里的大龙虾有这么大,啊,都是这种风格,那么,和刘子超的这个相比呢, 马上高下立线,所以,推荐,啊,《失落的卫星》,刘子超,下一本,啊,一本,这个,啊,有中文版,啊,也有英文版,然后它的名字叫做《原则》,是,由, 桥水公司,桥水基金的创始人,Ray Dalio,写的,这本书啊,应该是在,二零一几年,二零一七年,一八年左右就推出了,在当时推出的时候呢, 基本上是投资界,金融界,还有创业,行业,人时,必读的经典,我那个时候呢,从图书馆借了有声书,英文版的有声书,进行收听, 但听完之后,可以说是一次失败的有声书体验,因为大部分内容都没听懂,大概只收获了其中10%, 今年我再次阅读这本书,还是听的有声书,那么可能是因为我自己的语言能力,信息接受能力,还有理解力的增强, 这次的阅读就非常的顺畅,阅读这本书呢,我也收获了很多很具体的经验和技巧,甚至能够对,可能是因为自己的视角吧, 能够对作者的一些观点和角度产生了疑问,所以我也很满意自己在这两次阅读之间的个人的成长, 那么具体对于这本书的感受呢,可以收听我的播客,有一期专门关于原则, Principles这本书的介绍,大家可以搜索进行收听,OK,下两本,接下来这两本呢, 也就是非虚构类的两本,我最后推荐的书呢,都是跟技术有关的, 一本呢叫做英特尔传奇,另外一本呢叫做硅谷之火, 这两本书的推荐语呢,我觉得我就不在这细说了,推荐他们的原因是因为我在2022年底呢, 与国内的一个很不错的团队,确定了一个项目, 要回顾计算机在最初发展年代,最辉煌年代的那个历史, 那么或者说个人计算机啊,在最初发展的那个辉煌时代的历史, 那么因为这个这个选题呢,我阅读了很多相应的书籍, 其中最值得推荐就是这两本, 英特尔传奇是讲述了英特尔创业者和英特尔创业故事的这个一个一本书, 然后硅谷之火呢,是讲述个人计算机诞生, 以及个人计算机兴衰的这个硅谷文化的一本书, 那么据说当年雷军就是因为读完了硅谷之火, 然后啊就兴奋的不得了,在操场上散步啊, 这个心情不能平息, 然后就凝发了创业的这个想法, 当时大家是一个大学生的, 所以这两本书都是非常值得推荐的, 当然如果你暂时没有时间阅读呢, 可以等待我的项目, 在2023年推出的时候呢, 跟着我一起去探访那个奔腾年代的故事, 好的,这就是虚构类,非虚构类的推荐啊, 再复述一遍,轰炸机黑,轰炸机大亨, The Bomber Mafia, 马尔科姆, 格拉德威尔, 失落的卫星, 刘子超, 原则, Ray Dalio, 硅谷之火, 还有英特尔传奇, OK, 最后最后呢, 就是one more thing, 我今天还阅读了很多本, 绘本还有视觉类的书类, 这个呢在声音类的节目里面不容易推荐, 但我就还是都快速说一下吧, 第一本呢是就推荐三本了哈, 第一本呢是韩国已故的插画大师金正基的2018年的速写纪念册, 金正基他平均每天绘画十个小时, 数十年如一日, 今年他也, 也2022年呢他突然离世, 当时我唏嘘不已, 因为之前我还专门录了一期这个英文视频来讲述, 我从他的绘画中学到的一些跟设计有关的理念, 结果突然这个太突然了, 就是前几天还在看他的这个视频和采访, 然后突然就看到一个消息说, 他心脏这个病发作, 然后啊, 离世了, 那么, 嗯, 这也提醒了我要更认真地对待自己的生活和健康, 呃, 推荐他的这本2018年的这本速写纪, 是我觉得已经是, 几乎是无法超越的, 太, 呃, 怎么说呢, 不是人类能够画出来的, 那么, 呃, 非常值得, 值得去看, 然后第二本叫做生活蒙太奇, 这本书呢, 是一本非常有治愈感的书, 他的作者叫做天然, 是一个华人姑娘, 那么自学, 呃, 自幼就学画十几年, 呃, 天资也有, 勤奋也有, 他的作品很适合这个时代啊, 就是呃, 色调温暖, 充满了细腻的小细节, 还有那些小确幸啊, 都非常治愈, 强烈推荐, 最后第三本是, 呃, 一本叫做The Amazing World of MC, M.C. Asher, 呃, M.C. Asher的, 艾舍尔的奇幻世界, 这个艾舍尔是谁呢, 如果你看过鱿鱼游戏, 记得那个楼梯, 你看过盗梦空间, 还记得那个迷宫, 啊, 或者是那种视觉的, 视觉错觉的这个设定, 如果你看过这个哈利波特, 可能还记得那个里面那个楼梯, 啊, 这些都是艾舍尔, 啊, 创立的这个视错觉的一个, 啊, 一种艺术形式, 那么, 啊, 他是一位来自于, 啊, 这个, 啊, 比利时的艺术家, 啊, 我在参观了, 应该是2021年, 20年, 啊, 去了一趟, 这个南, 新西兰南岛的一个视错觉博物馆, 其中呢, 有专与关, 啊, 关于他的一个详细的介绍, 我在那之后呢, 对他也产生了兴趣, 然后就开始阅读他的这本, 啊, 这个作品集和他的生平的介绍, 啊, 阅读完之后, 我就发现这个人太牛了, 然后, 啊, 几乎是凭一己之力呢, 就开创了一种新的艺术表现形式, 啊, 那所以也会强烈推荐吧, 那么这是这三本书, 所以, 啊, 这就是我2022年推荐的这些书, 更多的详细的内容呢, 大家可以在我的博客, beartalking.com上面, 啊, 搜索这篇文章, 啊, 就是2022年的阅读, 那么可以看到详细的内容, 我觉得, 这十三本书呢, 可以代表我2022年的阅读的体验, 就是你不一定去读最新的书, 啊, 相反呢, 在世界充满混乱的状态时呢, 退回到那些已经被历史和评论所认可的, 以往的往期的书里面呢, 可能是一种更好的策略, 呃, 我刚刚读完马伯庸的2022年阅读的推荐, 那么其中有一句话, 也让我心有气气焉, 啊, 他说, 每年出版的书汉牛冲动, 中国人看, 中国看书的人又浩如烟海, 怎么偏偏是我, 怎么偏会看到这本书, 这其中的因缘起灭和书本身一样重要, 这句话也象征着我的一个感受, 或者说带出了我的一个感受, 不确定的年代, 阅读的经历会更加的珍贵, 那么, 呃, 希望这期节目对你的阅读有所帮助, 啊, 也希望你在2023年能够继续我们一起阅读, 一起继续感受生活带来的各种不同的体验, 那么, 如果你有好书推荐, 或者是想要就这个话题, 有一些感受和看法的话, 不妨通过邮件来和我互动, 那么, 还是刚刚说的, 订阅我的邮件, 这个狗熊来信, 我的这个邮件订阅呢, 会在这期节目的show note里面放出来, 大家也可以去查看, 好的, 感谢你的收听,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